穿上球衣學童們用動感的足球舞踢活動暖場 全台首座FIFA的認證足球場在台中17號正式啟用 這座位在台中吸一團的足球場 是台中環狀足球狼帶的重要一環 不僅是首座國際認證的球場 還採用天然軟木塞顆粒 替選手們打造出無毒且環保的運動場 台中市府致力打造酷運動酷城市 積極推動各項運動建設跟國際接軌 這次在教育部體育署台中立委議員及議會支持下 順利籌錯了6500萬元的預算 打造符合國際賽事的專業足球場 未來將與其他足球場形成環狀分佈 與台氣四線快速道路相呼應 這時很重要 所以在我的任內已經有五座新的大大小小的足球相關的場域出現 現在還在幹足球園區高達15億 還正在興建中 新城足球場除了是最高Pro的冷擊之外 也完成了滾球避震穩定性等六項嚴格測試 市府也將積極爭取國際足球賽事 讓台中的運動發展更爽層樓 TBS新聞台中綜合報導